你今天 ESG 了嗎 我是眼通電收的總經理張永昌 大家都叫我 YC 我知道 E的話是 Environmental S的話是 Social G的話是 Governance E第一個讓我想到 因為我在企業界工作 我想到的是 Enterprise S 想到的是 Service G的話呢 只是 Growth 成長 我覺得 Service 的心態最重要 我會先思考 先把 S 放在第一順位 接著的話呢 再加上 Growth 要有成長的心態 再是 E 意思 Enterprise 我覺得台灣有三寶 第一個的話是垃圾不落地 第二個是全民健保 那另外一個呢 當然就是台灣的高速公路 ETC 是能夠稱之為台灣三寶 各位都知道眼通電收是做電子收費 那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能夠讓人家不停車的收費 所以我們對於節能減碳愛地球的話呢 我們感到很有使命感 現在全世界都在談 2050年淨零碳排 那我們台灣呢 應該在減碳方面呢 趕快來 集體直追 趕快來重視它 減碳 減碳 再減碳 然後呢 從每天的日常的出行 還有智慧交通做起 身為企業界的一份子 應該呢 著手在每個工作官位上 開始來進行ESG相關的活動 我們推出了 ETC 以及智慧停車 那只要大家使用我們智慧 更有效的停車跟行車方式 我們都推出一個叫減碳車幣 透過這減碳車幣 提醒大家 每一天的日常出行 都要做到節能 減碳 愛地球 我是覺得要把它 變成日常生活的習慣 重新出發點點滴滴 都把 ETC 放在心上 來往前推動 看到每一個人在員工 還有我們的 所有的開車族們 每天都能夠把 ETC 放在心上 然後呢 點點滴滴的 為台灣 為這個地球 貢獻一分的心力